今天去到深圳車的Jasper 她真是超醒 兜兜風的時候 有問有答 一上車她就問我 Uncle Evan 我看你很多故事 你說 Give it 5 Years 是什麼意思 我就跟她說幾年前 我在網上肺炎期間 分享過以下故事 從前一個爸爸每天都在煩惱 他的兒子既然已經成為青年 但一點的男子氣概都沒有 於是他就拜訪了一位老師傅 請求老師傅訓練他的兒子 師傅一口答應 告訴他三個月時間 三個月很快就過去了 爸爸就來接兒子走的時候 臨走前師傅就安排了一個武術比賽 向爸爸展示這三個月的訓練成果 兒子的對手全部都是武術教練 每個高手 每次教練一出手 兒子就馬上應聲倒地 出手就馬上應聲倒地 兒子出盡了所有的招數 一站起來又打落地 站起來又打落地 又再打國來來回回十幾次 爸爸都沒眼看 老師傅這一刻就問爸爸 你兒子 那現在有沒有男子氣概 爸爸簡直就羞愧到想找弄娟 他說 想不到訓練了三個月 兒子什麼都學不成 整天只懂得倒地 不夠人打 老師傅怎麼會拍 好厲害 我對你這次做得太失望了 作為爸爸 你只懂得看表面的勝負 你有沒有看到你兒子 打落地再站起來 打落地再站起來 那種的毅力和勇氣呢 打不死精神 這些才是真正的男子氣概 我不會吧 生命中每一個挫折都有它的意義 只要站起來的次數被跌低 多一次 就是成功 一次而已 就是這麼多 不然疫情是很慘 我做譜更慘 但是這樣奮灰有用嗎 社運可能令你跌低了 站起來 不然令你跌得更慘 再站起來 輸錢 每個人都會輸的 但輸人不要輸陣 輸錢不要輸心卡 保留實力 最重要健康 有機會站起來 大家保重 我跟他說 就好像這個故事一樣 每次跌低 都想想 有什麼改善的地方 站起來 改善的地方 站起來 當然了 如果持續五年的時間 什麼都沒有改善過的時候 就可能真的認真地想想 是否應該走另一條的路 不要死有一邊頸 但每一次改善之後 又再給它五年 再給它五年 繼續堅持 記住 只要站起來的次數 多過跌低一次 你就是成功 我之前還送了一本書給他 希望以上故事 對你我他 亦都有所啟發 How do you enjoy? 你的旅程還好嗎? 很好啊 很好啊 聊聊天也好啊 你兒子很聰明啊 超聰明的問我一些問題 大個一定可以